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 無況實在太差了 請你修繩 修繩有東西壞了嗎 已經忍耐很久了 原來如此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竟然沒察覺 你已經壞掉了 我想我沒壞 是你想壞壞 來人啊這個壞了 拿去扔了 人去哪啊 我是租客不是垃圾 要標記是可回收咧 最近無況需要好好修繩 實在忍耐不下去了 房東太太 到底是什麼事嗎 這麼兇你想壞壞 什麼我想壞壞 把想去掉 我只是壞 我的雞排你都不吃 超派 在我們嫖別人梗同時 能不能拉回主線任務 修繩一下房子損害的狀況 解任務 好啊好啊 來刷一下副本任務 先說一下那個門把的問題 門把 我已經跟你說了很多次了 根本沒有壞啊 這我很確定 前幾天進門的時候 有確認了 可以正常開 下次我洗澡的時候 你別進來 可是我不小心 我心裡個鬼 不小心被你發現了 我當時害怕急了 我也是害怕被急 快把門鎖換掉了 好啦 換完之後我再把備用鑰匙給你 你這根本 口誤啦 別糾結那些心理的OS 好 重點是那個熱水器 已經反應了一個月了 之後進入冬天 沒熱水器根本不能洗澡啊 熱水器有問題 看不出來啊 從外觀哪看得出來啊 熱水器故障 是會寫壞掉兩個字嗎 沒寫嗎 救命 之前整個夏天冷氣都是壞的 我成了幾個月活到了今天 現在到了冬天 熱水器就開始壞掉 根本就 忽冷忽熱的感受 想起了愛情 哪來的忽冷忽熱 整個是暴冷暴熱 你試過整個夏天 都不開冷氣睡覺嗎 接下來是整個冬天 都洗冷睡澡 我知道你的感受 你怎麼可能知道我的感受 炙熱的炎下 每天我睡覺都在擔心 會不會發生自然現象 這幾天天氣轉涼 我每天洗了個冷水澡的喔 我就是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每天晚上 都要過來檢查水溫 下次我洗澡的時候 你別進來 又被你發現了 這次熱水器你必須修 還有 有一件更嚴重的事 還有比不能金玉 是更嚴重的事嗎 我覺得冰箱 根本要整組換掉 壞了嗎 冰箱裡可是存放著 讓我維持生命機能的食材啊 但是上禮拜 我一回到家 東西壞掉就很嚴重了 那可都是高級食材啊 一整批壞掉 折損了我將近十天的薪水 這麼悲慘的事情 I feel sorry for you 波士頓龍蝦 北海道巨型干貝 聽起來真的是損失慘重啊 黑羽舞谷放山雞 伊比利亞火腿 這兩樣好像沒吃到 我以防客之明明理你修好冰箱 這全都是為了避免下一次的美食悲劇 好 我馬上就把它修好 很快的 租客的生命不能開玩笑啊 沒問題 我也會好好考慮下一次 如果我躲在冰箱時 盡量不要拔插頭 什麼情況 好險這幾次都沒被發現我躲在裡面 只是進浴室的timing不對 房東太太